好 根據上一條影片 我們就做了天花線 還有長腳線 除了外牆之外 我連漸牆都會製作長腳線 紫色這條 然後我們說說門這裡 我們會怎樣處理 就是我們會做門框和門給它 有兩種做法 第一 你可以關閉圖片 又或者關線條圖片 我按Snap 工具 告訴你我Snap Vortex 我們關閉圖片 關閉圖片 其實它已經放在這裡 你會看到其實已經拔出了 先關閉圖片 我們關閉圖片 然後給它一個高度 門是大約兩米左右 你可以看看 門的高度有機會要再改 在我們做門框之後 因為其實現在是剛剛很高兩米 剛剛沒有貼到門頂的位置 但你落了門框 有些木在那裡頂著 我們有機會要改善它 這個我們稍後再改善它 好 門呢 我們就暫時關了出來 然後我們就改善門框 門框 我用一張牆的面子 用來改善它出來 不如選擇這個面子 按A3的ZOOM IN 選擇這堆Polygon 選擇這堆Polygon 又是DETACH DEPLICATE這堆面出來 DETACH的時候記得選擇 Exclone 我叫它做Doreframe 然後選擇 你試一下再選擇它 你未必可以選擇 因為它掉在同一個位置 你可以選擇 這個也可以 Celebername 或者Scene Explorer 也可以 因為剛才有打名 我按這個 有打名的話 我應該會找到它 Doreframe 然後選擇Hierarchy Fat People Only Center 我們先選擇 我們的軸 因為軸 它可能沒有雷工 那麼遠 不會在這個物件身上 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門框 好 我們要做的 就是 看看我們的平面圖 事實上 它的門框 如果你看清楚 應該是這裡 它裝在這個位置 就是外牆和內牆 間隔中間的位置 但我把門框 製作在這裡 其實也不要緊 可以比較厚一點 看看其他 其實門框 只有這麼多 門框是在這裡 我可以選擇 我現在這個面 如果想搭配平面圖的位置 我把它搬回適合 Affect Hierarchy Only 我現在是否選中它 選擇我 我的門框 Fat People Only 按下Snap工具 先貼在角落 關掉它 然後把它搬上來 搬的時候 因為它搬著它 你會看到它 就掉在地板下面 我會選擇 按下Snap工具 其實就是檢查垂直的 這個面 因為它在上面 所以可以幫它 Affect People Only 把它搬回下面 把它搬回下面 關掉它 我們正好位置 才把它搬回 剛剛好 這個是平面圖的門框 如果想看得舒服一點,可以選擇這件物件的遮瑕 就只看它,可以選擇 或者我可以把牆暫時隱藏 牆暫時隱藏 我們可以看得舒服一點,腳都可以暫時隱藏 我們就只看門框 它有Edit Poly,只要可以選Polygon,只要做我們平日的東西 但我不喜歡在這裡做,我會另外選擇Edit Poly Editable Poly和Edit Poly都是不同的 我選Polygon Extrude厚度 記得選擇不同Extrude Normal的方向 我現在選Local Normal 你會看到我做了門框厚度 這個門框厚度應該是原始圖的 門正常來到這些位置會頂住 即是有一條木頂住 有條木頂住,讓門閉上去 所以我想做了那個位置,讓它更漂亮 所以我選擇了這堆面 試試我們的門閉上去 那我就選擇我門 Hierarchy Fat People Only 搬移到轉軸的位置 先選擇 先選擇 按下Angle Toggle 按下Angle Toggle 再選擇旋轉 試試轉它 90度 你會看到剛剛很塌塌 門閉得很緊 真的剛剛很貼著 可以選擇 我看到它貼著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門我待會可以打開 那我就去選擇我們的門 門框 用不同的方法去關掉 譬如我選擇 Polygon 或者Edge 我先關掉Toggle 先選擇 不小心轉動 好,我選擇這堆 這堆線 其實是四條的 我選擇Connect 關掉一條 關掉它OK 現在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再選擇Charm Ver 拉闊一點 等它一開二 接著都OK 那你會看到我多了韓線 在這裡 多了 多了 關掉了 先選擇Undo線 對了 Charm Ver 這裡我給零 不用太多做線 剪掉它 選擇Polygon 選擇剛才關掉的 這條門 節省 讓它凸出 封住 它會頂著我們門 關掉的 就是這條門 放一條 先選擇 X2 如果想有花紋 就是有花紋 即是有些門框 很漂亮的 那你再加上它 現在這條門 應該是OK的 那我把門拎出去 看看它的樣子 先選擇 先選擇Angle Toggle 你看到門 正常可以開合 那我先選擇 先選擇 然後再打開 那我再選擇門架 給它 其實這個情況 做不做門架 是沒有所謂的 因為門架 向外 不過到門 重要 我們可以選擇 放在屋內的其他門 如果門的闊 寬度是一樣 不過留意 不同的屋 如果在屋中 大門 是大小小的 那你就未必適合 尺寸 現在我選擇 在這裡 在這裡 按上Crip Point 然後我選擇 我選擇 用Rectangle 就 Extrude 這塊小小的貼片用來做夢教 可以再薄一點 Links 5mm 其實都差不多 5mm 沒說薄一點 6mm 多東西差不多 一塊很薄的貼片用來做夢教 一個就不夠的 我要多複製一個 我唯一想它貼齊貼得好一點 Fat paperwork only 搬到角落頭 然後搬到角落 這就是用來做夢教位 另外這個夢教位中間 可能不會有轉軸 可以用Sylida做也可以 漂亮一點的可以用愛廳做也可以 所以我會用來做夢教位 對阿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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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阿珊 好 還有門教位置 上下要兩個門教 例如一個 按鍵盤 shift 鍵 多一個 一個 instance 然後我做一些簡單的 grouping 因為應該是這個門教 這塊和這塊貼片 再加我們到門 這是一個群組 我們群組起來 我叫它多 然後再放適合我們的轉軸 轉軸放在哪裏呢 正常應該放在門教的轉軸位上 然後關掉它 選擇旋轉工具 嘗試和它轉90度開關 你會發覺都很適合的 剛剛好 門靶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我就不在這條影片教 可以做圓形的也可以 或者更漂亮的有手柄位 也可以 因應你自己的設計 這條影片和有關家屋的架構 我說完最後就是 我們的天花板和地板 這個就很簡單的 你可以最簡單的 用多一條線條工具 跟著你的整個空間 去勾它出來 我建議 你可以去勾它的時候 是比你本來的地板大滴滴堆的 例如這個剛剛好 是你裡面的地板大小 剛剛好貼邊的 但其實你可以是比它大小小 那麼多的 另外還有 你會不會不同的房間 是會不同的地板 是會用不同的材質的 那如果不同的房間地板 是用不同的材質的 那你就不要一次過製造 就是我現在這個是一塊過的 一塊過的 一塊過就是整個地板 到時我用同一個材質會比較方便 那我這個Close的Spy 然後呢 我就 放一個Extrude 我放一個附屬 放一個附屬 去Perspective 你看到它有地板在下面 我建議大一點 或者用外牆來建造 那如果開門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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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應該是 relax 那我現在是不是很完美 我現在這個就完美 那然後呢 用外牆來直接作蟲 可以去實施 那你可以把它逼 將它向上扯 選T redo and 先先 打開這個 分開這個 將它向上扯 那麼 Copy ou Instance 我選Copy 讓它有點彈性 即是跟下面不一定要一樣 那我先把我的材料放上去 然後上去 我告訴她是貼Grid Line 按一下 這樣會黏住在這裡 高一點 好笑 我們就做好整個室內的家人格 最後要做的就是放鏡頭 鏡頭有很多支鏡頭 我暫時在這個影片中 我暫時在這個影片中 我就 我暫時在這個影片中 我先用Target Cam 身體那些 遲些再在其他地方示範 我選擇Target Cam 譬如我想用這個角度 拿完之後 我可以去Sarville看看 將近一點 因為它黏在地板 一顆Target也是 拔高一點 另外選擇你的鏡頭 想看看現在看到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在這裡轉你做你的鏡頭就可以了 我去Modifier 將它轉為一個比較廣角的鏡頭 如果你收拾你的目標 其實你會領著這個鏡頭 另外就是草稿圖的底圖 如果你的家具也會跟著比例擺 就不要弄走這個底圖 但你說你的家具也不是這些 你也會另外再放進去 你就可以把底圖 其實整個圖層 也不一定要保留在這個鏡頭 你可以移除它 或者我不穿它 其實就不用看到它也可以 我只會看到我自己的3D畫面 另外我想試一下它的樣子 有幾種不同的Renderer 我想大家都試過一下 最簡單的就是Scan Eye 你可以用Scan Eye 可以用Scan Eye 我們就用Sky Light 是其中一種方法 Rend完出來 這個樣子是還未教Advanced Lighting 記得如果用Sky Light 就要用 你會看到其實它也有光影分佈 不用特地自己去發射一下打燈 Rend的速度也相對快 但就不太漂亮 所以我就刪除了它 另外遲些教Advanced Lighting 會再講多一點 例如我可以試一下用Photometric 其中一個叫Sum Positioner 例如我們假設一些窗邊桿 或者外面的光線 射入屋子 其實比較理想 我拉完指南針後 就拉一個方向 例如我想這邊的窗是向東邊的 然後最後就拉到太陽高度 隨便就可以了 最後在Modafire 你要告訴它 你的位置 你現在是哪個地方的日照 因為會有點不一樣 另外就是你想去的年月日 例如11月 時間幾點鐘 例如早上9點 其實它就會因應地球的狀態 幫你放回日照的狀況 然後呢 你可以在Renderer 這支燈 我們主要會用Art Renderer 或者 Arron也可以 兩個都可以 例如我先試Renderer 兩個都是Renderer 比較久的Renderer 你會看到其實有些日照的樣子 我不等了Renderer 我先允許了 另外就是這個畫面 很七彩的顏色 所以其實我先給一個 普通的Standard 不過是Scan Eye的Standard 也不要緊 我們之後會換掉它 我把畫面全都放進去 讓畫面全都放進去 讓它不要太不橫綠色 然後就去Renderer Exposure Control 先讓它試Rend一次 選R Viewport 這個選了FundView 我選Perspective View 讓它試Rend一次 在這裡有個特質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 它幫你放假天 所以你看到Rend出來有個假天的顏色 好像你是Unity 第二樣東西 就是有一個 Exposure Control 用來控制你的相機鏡頭的光暗 它有幾種Exposure Control 我介紹你 你可以用Physical Camera 就拉這個 又或者選Automatic Exposure 就像我們Photoshop 平日看到的那些數字 拉光暗 或Contrast 那些 選對了大致的樣子 你可以叫Rend出來 我想叫Rend小一點 不要太大 例如600 例如600 Draft Quality 應該大概幾十秒左右 一度Rend 我不等光暗 你會看到光度其實也不錯 這些位置可能要再整理光圈 或者放一些燈 但你會看到牆上天花有漏光 門下有漏光 那這些漏光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為什麼一開始叫你們把天花板和地板拉大一點 其實就是它不夠大會出現這個問題 那我強行就拉大了 其實最理想就是你直接用它的外牆起 可能比較好 拉大後我再試Render一次 那你就發現沒有漏光的位置 所以你記得起天花和地板 最好是你長的地方 如果不然它就會有漏光的位置 而Render這個樣子 如果你覺得不太滿意它的聲音 你可以在Render 把這裏的Quality調大 不過記住 Quality越大 Render時間會越長 所以你可以試試 你也可以試Render 不過記住 不同的Renderer是配合不同的材質 你以為Renderer 除了它的光度一樣 它的材質應該會變得不同 那我會現在這個 我看看它的Exposure Control 我可以試試Render 那我譬如拎一下太陽的角度 譬如我那間屋的座向不同 讓它多射進來的位置 另外幾點不一樣 譬如10點 你會看到地下的光度都不同 兩種不同的Renderer 你都可以自己試 因應你自己的Render的時間 Renderer的Renderer 其實它也有不同的Quality 可以選擇 最簡單的 可以選擇的數值就是 這個 你調整這個數值 它的Quality就不一樣 不過我暫時還是用Renderer 因為之後我還是會調整Renderer 因為它會有更多 預設的材質 剛才提到的 這個Quality 可以控制它 另外還有一個 叫做Noise Filtering 可以讓它更美 比較漂亮一點 那我這裡就不示範 調大了它之後 什麼樣子 因為可能Renderer 幾分鐘 所以我就 我把成品的照片 之後放在Moodle 給你們看 不過在我真的試Renderer 之前呢 我都去Expo 出控制體體體 對啦 你會看到有很多 那我自己調整你的屋子 想要的樣子 那譬如這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Renderer 要多久 不過 當我耳機啟動 它開始Renderer 其實它一直都在做事 那你會看到 它畫面有很多Noise 它越Renderer 它就會慢慢幫你 把這些Noise移除它 那其實越久就越Renderer 那它們說 我這張要6分鐘 7分鐘 它一直測試 視乎你的電腦有沒有其他事情 另外再介紹 最後一個工具 影片要結束 太長了 那這裡其實是一個時間的 你可以給它一個限制 譬如說 我只是Renderer 5分鐘而已 你Renderer 到多少就多少 它就盡量幫你做好一點 那你會看到 現在一個清水扭揚 沒有牆子 沒有地板 沒有其他東西 那之後我們會陸續再和你加 那幾條影片加起來 都應該接近整個小時 那所以我加油了 你應該會需要時間 來完成這個功課